三音手机在锁屏都有这么多的玩法 你知道几个呢 通过人脸识别 就可以马上展示所有的完整通知内容 通过指定的手指 就可以解锁并同时打开指定的应用 还能定制自己的解锁动况 这些都是基础 我们走起吧 在锁屏的这个界面 我们需要点击时钟 就可以来到这里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添加很多的小组件 包括去控制你的Buds 你可以通过点击这里的设置 再进入 就可以详细的去调整 每一个你想打开的小组件 就像这个数字健康 我们再来关闭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数字健康的一些状况了 其实在这个锡屏界面呢 一样也可以打开这个快速模块的 我们只需要呢双击这里的时间 然后呢做一个下滑 就可以来到这个界面了 在这里也可以在手机锡屏的状态下面 做一些操作快速的观看 同样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底部设置右滑 打开闪光灯 再次右滑 立即个关闭 或者左滑 直接开始进入这个录音机 我们只需要进入设置 锁定屏幕 进入这里的屏幕锁定 点击一下之后呢 就可以再点击这里图案 去做任何一个调整 比如说快速打开 计算器 右边呢 可以打开 可以喝音乐 那么点击完成 那么下次再回到这个锁屏界面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子 直接进入计算机了 但是呢有些应用是需要你来解锁的 就像这样子 就会进入这样的解锁的界面 然后对着人连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还是蛮方便的 我们呢进入Good Lock之后呢 这里的Lock Start 可以对这里的所有的组件进行一个位置的移动 通过点击这里的小个点的话呢 就可以来显示它的一个展示的方式 然后呢你甚至可以点击这里去调整一个不同一个时钟的一个展示的方式 你可以去调整你的解锁画面 只要点击这里 然后呢再点击这里的四个点 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几种不同的预设的解锁方式 找到一张锁定的照片和一张解锁的照片 那你最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锁定的画面 这是一个解锁的画面 非常有意思吧 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的手机呢是属于锁定的状态 所以这里的所有通知是只有一个框架 但具体通知的话呢 我只需要对着我人脸做一个识别之后呢 它就可以在这里展示了 我们呢只需要进入安全以隐私 然后呢找到这里的深入识别 点击这里的面部识别 输入密码呢进入这个界面 把这里的在滑动屏幕之前停留在锁定屏幕 把这个打开 它在检索到我的脸部之后呢 它会对手机进行解锁 我只需要再一滑才能进入 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设置 就是进入这里的锁定屏幕 在这最下面找到隐藏内容 如果你这边是默认是在显示全部内容的时候呢 只要把它调整成隐藏内容 这样子你就能做到 在锁屏的时候呢 是只显示这里的一个通知的来源 一旦解锁之后呢 就能看到详细的信息了 如果我想对某一条信息进行观看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长按解锁之后 把它以分屏或者中间的方式 来直接打开这个信息 或者任意的通知 你也可以在解锁之后 通过单次点击到完整的这样子一个界面 如果呢我拿这只手指来解锁的话呢 它就会正常的进入桌面 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果呢我通过这只手指来解锁的话呢 它不但会进入桌面 还会直接打开微信 那进入这个呢 我们需要进入Bixby日常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全新的 点击这里加号 如果这边呢 选择用指纹解锁 比如说我这边是指纹1 则你可以在这里呢 找到非常多的不同的设置进行设置 那我刚才这个展现方式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 打开某一个应用程序或操作 那这里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应用 可以做个选择 你可以简单的去打开一个应用 或者打开应用里面的 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程序 比如说刚才的微信 我就可以选择只打开微信 或者打开微信扫一扫 类似像这样 然后再点击做个保存 再保存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再拿这只手指来解锁的话 它就会直接打开程序 并且打开扫一扫 这个功能还是蛮实用的吧 好吧 以上这些呢 就是三星手机的一些 在锁屏下的一些有用的操作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呢 就点个赞吧 另外呢 还有九天三星的新品发布会即将到来啊 不要忘记来我的直播间 和我一起观看三星的新品发布